冬名外籍勞工工作到一半 突然被移民署人員查起 外籍勞工一桶污水 还搞不清楚状况 但他们都是非法来庭 通通当场被带带回调查 移民署在108年上半年 扩大清查违法外来人口 针对他们容易聚集的场所 进行清查 包含建筑工地 外国商店 餐饮店 特种营业场所 逮捕预期停留期私人 非法工作91人 共165人 同时也查获非法雇主仲介 成果丰硕 在各地的专情 除了他们的例行性的 查查工作之外 另外他们也会试说 地区的治安状况 加强跟金单位的一些合作 这回被逮的165人中 大多都是预期拘留 非法工作 尤其右移 越南籍最多 印尼籍次之 而移民署呼吁 专一期间自行 盗案者可免收容 发还才最低新台币2000元 并减免管制来台期间 期盼可降低整体外来人口 在台湾预期停留人数